胡祥 胡祥 胡祥这个王八蛋 等出去以后 看我不揍他的蹊跷流血 你揍不了他了 胡祥 现在是刘安国的秘书长 他是谁的人 现在还说不清呢 孔先生正在想办法 把大虎跟小虎先弄出去 孔先生真是高人哪 佩服 他说在这些事上 你应该比他还有主意 主意倒是有 就是没有办法施展 要是能把他们两个 放出去就好了 现在 别的人靠不上了 先别急 咱们先有办法 我们的案子 刘安国现在是什么态度 原来打算 十五号 还好 白先生 状先生 还有钱先生他们 说应该依法审判 所以这事就搁下来了 现在白先生 去上海找了大律师 陈太后准备为您辩护呢 这都是你的面子 我有什么面子呀 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您出去呢 大虎小虎 跪下 听见了没有 跪下 不是 给欧阳小姐谢恩 不是 师姐 欧阳小姐 这是干吗呀 欧阳啊 我在龙前十几年 平时说起来 朋友部署遍及权限 可是一旦有事 不是被我而去 就是远远地躲起来 只有你 跟我风雨同舟 不离不弃 我有你成一个红颜至极 你知足了 我这辈子 也曾没有白活 如果我躲过了这一截 我的后半辈子 就交给你了 你别这么说 我欠你的情 早就还不清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真后悔 我真后悔 这些年 我作孤永短 死都相信 心里的负担太多了 没有照顾好你 千万别这么说 你有什么想法 就告诉我 我去转告孔先生 你放心 我们一定经理二位 下一次再见了面 这事 你要把它贴清 不要再弄得拖泥带水了 阿云今天搬过来吗 说好了是要过来的 欧阳 我得给你出个坏主意 什么坏主意 今后你对白先生 要好一点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白先生是个正人君子 以后 未必有高官厚禄 但肯定靠得住 他不肯给咱们帮忙 在他并没有错 孔先生 你人在山上知道的还挺多 不说他了 我告诉他们不上 小姐 云姐他们快到了 都拿下来 行李呢 都拿来了 就这些 就两个箱子啊 他们这些人 什么都不让我们拿 都收拾好了 进去吧 没事吧 以后可得小心点 欧阳 白先生 我听说你要来对系 特意在这等你 有事吗 我急需找孔先生了解一些情况 你帮我打个球 约他出来喝茶 好吗 您可能找错人了 你还在怪我呀 我那不是生气了吗 我说的是气话 我还生气呢 你搭救理机道 那方法肯定是不对的 你赶紧的 千万别办傻事 不是我跟你说 那你就别说了 我不说你会越来越错 我没觉得自己是错了 你当然错了 我还有事儿 站站开 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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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住白先生 幸福那喜 哈哈 这话又说回来了 要说这事儿吧 他也不能完全怪欧阳先生 是吧 人家找你帮忙 你不帮 现在 你找人家别人愿意帮你吗 你吗 你找人家 买他们 你找你 他想做一个 你要做一个 你找人家 最好 真的 你有没有 你家闭死了 你找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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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清领了一下粮库 就剩下一千多几粮食了 不是粮食啊 你还得赶紧想办法 老祖宗啊 小祖宗 我请你们以后 不要再因为这种事烦我好吗 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这束花了 一个星期 就收了这么点 就这么一点 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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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主任 你原来 在李激藏的主事的时候 一天能收多少睡 你来的那天 各个睡下合起来 一共收了三百五十个大洋 税务局把钱交上来的时候 还是我打的收条 那我们怎么收不到 你们跟我老是说 是不是塞到你们自己口袋里了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主任 主任 这个事也不能都怪他们 这收税需要有一套办法 他们哪懂这个呀 他们不懂 那我问谁啊 这镇杂伙那边天天跟我要钱要粮食 我拿这 拿这买 够吗 主任 宪兵队的心想早就该发了 警察局说了 明天再不发薪水 他们就不来上班了 还有聚保楼派人来结账 没钱 告诉他们 没钱 别跟我提钱 一封废物 主任 主任 税务局的人恐怕还得启用 要不然没人知道怎么收税 启用 启用 明天就让他们去收税 你来干什么来了 韩国 坐 听说你要放的大伙和小伙呀 对啊 两个年轻后生 关着他有什么用啊 有人出五百大洋 保释他们出去 五百大洋够这盯几天的呢 这两个人不能放 为什么不能放 这两个人就是李济道的眼睛 李济道的手 这两个人要出来了 就等于李济道出来了一半 这李济道出来又能怎么样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他一条臭鲜鱼 根本就翻不过来身 这两个人绝对不能放 不放心 你给我五百大洋 行 我给你五百大洋 好 拿到银行 对于换现金 陆佳 大虎小虎 看着放你 不给你钱了吗 一个人五百 不是说俩嘛 刚才主任没说是俩人 我给你 我给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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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个玩笑 你还真的 对 啊 行了 就算你振绩在您了 好吧 钱嘛 小事 王国 我得跟你说件大事 说 知道你为什么受不到税吗 为什么 因为在龙泉人眼里 你刘安国就是个过客 他们认定李济道还会回来 还会回到县府 这龙泉在天下还是人家李济道的 不可能 就算李济道不死 他至少在里面也得关上十年八年 民国以来判刑的人多了 有几个把老底做穿的 况且能不能判刑 还不一定 你什么意思 您看这个 这是前天的长平日报 省长秦平之 是晋建蒋委员长 委员长 因因加密 不是 委员长怎么会见这个人哪 他是CC那条线上的 见委员长当然不会太难 前一阵 刘总司令得到蒋委员长的任命 在长平建立了军政会 同管军民两政 这就等于架空了省政府 对吧 秦平之自然不愿意把权力拱手让人 他立刻跑到重庆 见了CC一派大佬 现在又觐见了蒋委员长 这就说明他的活动有了效果 你看 那报上说 委员长因因加密 如果这要是真的 他返回长平的时候 应该会从军政会得到一部分权力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不可能 刘红老总 深得委员长信 你知道李继道是秦平之的人 前一阵 没权的秦平之 那是丧家之犬 自顾不暇 管不了李继道的事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觐见了蒋委员长 这说明什么 那他现在是春风得意 手握圣旨人 李继道的事他不会不管的 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现在还握有生杀大权 趁秦平之没回来 你赶紧把李继道押死刑场 枪毙了事越快越好 杀了就杀了 对不对 你是军政会的人 承治汉奸那名正言顺 秦平之说不了话 可 没有可是 王国 你要不杀李继道 你连睡都守不到 杀 又要杀李继道了 又要杀李继道了 还经审判 审判定还没组建起来呢 经谁审判的事 不是说好了 等我们查清楚案情 再枪杀李继道吗 这 案情刚刚有点眉目 把它给毙了 那我们还查个屁啊 赵领西改 把杀人当儿子 这里面啊 肯定又是政治原因 当政者 用杀人来解决问题 这还是元气部落的政治水 可这枪毙了李继道 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的文物 那岂不是永远找不回来了 你的想法不无道理 一来事发突然始料不及 二来大家好心里都明白 这是李继道的报应 处理这件事既不能逆重 又要想办法 拖延枪毙李继道的时间 这是火中取栗 投鼠及其之事 现在只有去找刘安国 才能解决问题 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刘安国 你还真管李继道破事啊 这事和李继道无关 我要告诉龙泉执政当局 应该如何执法 在民主社会里 任何人也不可以 把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怎么才能拖几天呢 怎么才能拖几天呢 办法不败 看法 倒是有一个 这也是一封举报信 举报李继道 在献腹花儿里埋了 十几万现代药 要真有这么多钱 咱们就不用为这事发愁了 那你说这封举报信 可靠不可靠啊 李继道这个人 心思缜密 城府特深 具体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不过要说他在花园里埋藏了 上十万的现代药 似乎有些耸人听闻 那你的意思说这事不考信 十万我不敢相信 要说两三万 那还有点可能 不行 你再李继道身边 干了这么多年 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他多有手段啊 他就说一年贪污一万 十年加起来十万吧 他一年贪污两万呢 那十年就是二十万啊 对啊 他怎么可能没有十几万现代药呢 对不对 你现代人够挖 上下左右一定够挖 听见没有 我马上提神李继道 我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我一定问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你明天不抢逼他了 那 你明天不抢逼他了 进来 主任 欧阳小姐要见你 这 让他进来 欧阳小姐 请 欧阳小姐来了 稀客 稀客啊 来 里面请 上茶 谢谢主任 主任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什么意思 欧阳小姐来了你就走 不给欧阳小姐面子是不是 倒也不是 坐下 欧阳小姐请坐 欧阳小姐可是在龙泉一枝花啊 聪明漂亮 戏唱的可是真好 那是 欧阳小姐今天来有何指教啊 刘主任 是这样的 我刚 看到了告示 你们还要抢比例先生啊 是 这种大罕奸不抢逼他 不足以平民愤啊 欧阳小姐问这事 什么意思啊 刘主任可能不太知道 李先生呀 对我们据事有恩 所以 我是想替他来求个情 你是给礼稷到求情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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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你可难为我了 对 我知道这事有点唐突 论理呀 我们也不该管这事 可是 我们实在是欠人家太多人情了 你说人家说这事 我们能不管吗 这事 也就您能帮上忙了 你说呢 这 欧阳小姐 你要说其他的事 我都可以帮你忙 可唯独李稷到这件事情 我是真没法答应 你想想 李稷到什么人呀 他大汉奸呀 如果不枪毙他 如果不枪毙他 国家的法党何在 国家的颜面何在 国家的气节何在呀 欧阳小姐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 这样吧 国家的事情 其实我也不懂 您看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 帮帮我 晚枪比他几天 晚枪比他几天 就几天 不是 为什么要 晚枪比他几天 这事是这样的 过几天 是李先生的六十寿臣 怎么着也得让您讲 我听出来了 欧阳小姐有情有义 在下赔福 难得 难得 顾强 欧阳小姐这份情谊 咱是不是得成全 那得成全 欧阳小姐 这事我可以答应你 不就晚几天吗 好 我一定让他过了这个瘦 给他凑个枕 那多谢刘主任了 不客气 那信给你送到了啊 辛苦 你猜我刚才在刘阳国那碰到谁了 你猜我刚才在刘阳国那碰到谁了 他哪个地方 看哪个地方 看哪个有谁啊 除了党棍就是官僚 谁都碰不到 不不不 我碰到欧阳了 欧阳去找刘阳国了 也是为了李基道这破事啊 他帮李基道求情来着 欧阳去给李基道求情了 他这人罢了 病入狗荒不可救药了 我还听说呀 这刘阳国特别给面 当场就答应 等李基道过完六十大寿以后 再执行枪决呢 这不胡闹啊 刘阳国根本就不配做这个执行官 这个欧阳也是 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讲了那么多 他怎么就不明白 这漂亮漂亮太漂亮 欧阳小姐太漂亮 你说我这走南闯美这么多年 像欧阳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 我这是第一次见 要不怎么说人是龙泉一枝花呢 那神端 那气质 此女只能天上有啊 这 刚才欧阳小姐往这一坐 她是来求我办事的对吧 对呀 可是她这个水汪汪的大眼睛 你一看我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在求她办事啊 你说她就那点要求我能不答应她吗 那得答应 就是啊 主任 我发现了 您这个人哪儿都好 就是容易在女人面前 就是容易在女人面前 乱了方寸 这 我还发现了 这李济道明天是避不了了 这李济道早避两天晚避两天有什么要紧啊 关键得从她身上把那笔钱挖出来 咱们现在缺钱啊 更好况 我还能在欧阳小姐面前做个顺水人情 一举两得 什么叫乱了方寸啊 主任 您要说钱 我知道有一个人有钱 谁有钱 庞祁云 庞祁云有钱 庞祁云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咱们不是缺钱吗 那庞祁云不是有钱吗 我听明白了 你让我把庞祁云抓起来 对不对 那这话我没说 抓不抓是您的 那大街上有钱的漂亮女人多的事 我去要跟他抓起来 主任 我 不行 你懂不懂法律啊 我们是个法治国家 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我 我跟你 赶紧给我挖钱去 好 我去 我去 来 你出来 出来 我出去一下 白先生打上门来了 县府花园下面埋了几万大羊 这是你造的谣吧 是又怎么样 欧阳 在这个问题上 你已经完全丧失了道德原则 你已经越走越远了 知道吗 你什么东西 你还 你还 有脸亲自上门去找刘安国 你太不聪明了 白先生 白先生 屋里坐 我说嘛 谁是他的幕后知识的 冯先生 你真的不应该让他这么改 你真的不应该让他去找刘安国 白先生说得对 确实是不应该 我们也是怕前面的办法付保险 才这么双管齐下的 难道你们 你们没有想过吗 你们还了李吉道的人情 可是又欠了刘安国的人情啊 你们已经陷得太深了 你们不知不觉地已经陷入到龙泉的政治层面 你们不知不觉地已经陷入到龙泉的政治层面 那不是你们带的地方 赶快停下来好吗 那不是你们带的地方 那不是你们带的地方 赶快停下来好吗 赶快停下来好吗 欧阳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联系了 免得坏了白先生的名声 千金难买 王仁孝 大虎小伙 如果明天刘安国林树成要杀我呢 你们知道自己的身上有什么武器可以杀他们吗 二叔 这上新厂都被五花大绑的吧 我们拿什么杀他们的 我们拿什么杀他们的 你 蠢 小虎 你怎么看 我用舌头 我骂他 书不是说舌头底下压死人吗 舌头能杀人吗 机灵 听说过千金难买 王仁孝吗 就这枪对着你的脑袋 刀架在脖子上 你要学会用你的心去杀他 你的心里笑个 把他当成你的手下败将 灭视他 你的脸 就会对着他笑 微笑 不用着声 笑得他心里发虚发怵 笑得他毛骨悚然 没准 你们还能得救吗 我怎么突然觉得孔先生这个人不简单呢 我父亲跟我说了 这老头身不可测证呢 他设计的这缓冰之计高明得很难 两个我想不上当都行 他原先是欧阳家的管家 后来才跟了李济道 我父亲说啊 这李济道之所以能够四平八稳地做了四朝元老 跟他的毛挂完全离不开 那我仇这老头就不像个好人 他很有能量 咱们名单上为什么这样 这么一个不老头子 干不了这种事吧 不过这人不可貌相 表面上我也看不出来啊 把他累在名单上重点调查 老师 老师 小川回来了 快点快点快点 您辛苦了 来 快过来 快过来 好 谢谢 辛苦了啊 照片的拷贝带回来了 带来了 调查贺工举的情况啊 确实花费了一番周折 庞旭云这个人没有问题 他提供的情况准确 现在这批文物最大的疑点呢 还是李济道 我怀疑啊 燕疆叠账图这幅画的真迹 已经落到了李济道手里 可奇怪 他入狱之后 庞旭云到他的房间里 仔细地找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李济道 因为小郑带回来的消息 我们要集中几天的时间 调查李济道 把别的事情都先放一放 你是不是担心 他突然被枪毙了 柳瀚国这个人 完全不将法徒 真说不定哪天晚上 他把李济道拉出去 这个人的权力和他的水平 就完全不成正比 要说到当官的话 李济道可比他强多了 可要是给李济道枪毙了 咱们这条线可就真的断了 可不是吗 他现在是我们最怀疑的人 我们做个假设啊 假如李济道就是 咱们要找的那个人 他藏匿了一大批文物 现在他要死了 那他临死之前 应该怎么做呢 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什么都不说 把这个秘密 大警官在里头去 他忍得住吗 反正要换我我忍不住 那把一大堆好东西 我就任由他 从此不见天日了 真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肯定会说出来 当然李济道的城府 会比我深 那他会不会 悄悄地交代给别人 那会交给谁呢 大虎 小虎 就算是交给他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肯定会这么想 封目寒背 天不作美 这么大一堆的好东西 好不容易弄来的 这下好了 要让别人去享受 大虎小虎 并非他的儿女 他怎么 怎么可能把这么好的东西 留给他们呢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他会不会用这批文物 和政府做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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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文物换回他的性命 有这个可能 真的 真是有这种可能 如果他没有想到这一层 那下面咱们的任务 就应该把他的思路 往这个方向引导 要让他知道 如果他交还文物 那我们就会向政府申请 根据相关的条款 歼免他的刑责 这一点会对他有吸引力的 按照你这思路 只要文物还在他手上 他应该就会有所表示 说得没错 你要想想 这文物 要是他真被枪毙了 这文物跟他 也没任何意义了 总忍仍迟 现在不能立即枪毙李基道 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充足的时间 对李基道进行诱导和调查 你们几个挺好啊 从这儿我先挖 挖什么 挖玉迟啊 我让你挖你就挖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挖 都挖吧 这儿啊 从这儿往下挖 使劲挖 挖多深啊 我要没喊停 你就一直挖 听懂了吗 明白 挖吧 过来几个 你 在这儿挖 你上了李基道的当 什么意思啊 这是李基道的缓兵之计 什么缓兵之计啊 抬头臭咸鱼 根本翻不过山来了 他在等秦平之回来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等秦平之回来救他 秦平之回来怎么了 他又不是我长官 杭国恩听我说啊 听我的话 你一定把李基道 这个王八蛋给我毙了 不能枪毙李基道 大洋还没找着呢 哪有什么大洋啊 这是缓兵之计 我不管什么缓兵之计 万一李基道藏了几万他呢 万一白银舟的宝贝 埋在地下呢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 不可能 不可能什么 不可能李基道有几万大洋 不是 如果李基道有几万大洋 他也不会埋在县府的花园里 他又不是傻瓜 不是 那他藏在哪儿啊 我哪知道啊 所以不能枪毙李基道啊 我必须要审问他 审出大洋的下落啊 我告诉你 枪毙李基道 比那几万大洋更重要 不 几万大洋 比李基道更重要 你知道大堂上那些人干吗的吗 个个都是等着跟我要钱的 我哪有钱给他们啊 我现在都没脸出去见他们 我跟你说啊 要不然我把李基道便宜卖给你算了 你给我十万 不 二十万大洋 我马上枪毙李基道 我刷刷刷 你知不知道 把李基道放出来有什么后果 我管他什么后果 那是一条落水狗 他还能翻上天去啊 你知道不知道 龙泉的军民两政 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你这个人啊 根本不懂证明 李文国 你个混蛋 你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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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这状态 你这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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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够状态 我呢 烶态 我去过去吧 你让我想什么呀 老李啊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你把钱交出来 我马上上报庄庄中 设美你的汉奸罪 你把钱交出来 我现在后悔死了 后悔什么呀 你想啊 贪污他几万大洋 再把他藏起来 这不难哪 我做得到 可我怎么就没想到 这么干嘛 那你就接着咱之后吧 那你就接着咱之后吧 好 主任 巨管翻转大车 让一群叫花子个响了 在哪儿啊 在北大门外 谁让他们走北门的 不知道那是咱民多呀 记着啊 找咱们那人收钱 二位先生来了 去吧 是 你说这 这这这这 这么点小事都找我 这咱个小官 再不给周厂送粮人件 可真要出事了 周厂你嗓子怎么样了 急的 你知不知道 那边都快死人了 这不刚断粮 怎么就饿死人了 你瞎着急 那些人可没有你 这么能挨饿 你就是每天什么都不吃 五六天也饿不死 白人 你平常吃得好啊 你好吃好喝 你有水大 可他们不一样啊 这段时间了 每天都是稀饭野菜汤啊 一天都饿不起了 我不是在想办法吗 可那税务局收不上来钱 你让我怎么办 你是政府 除了收税 你应该还有其他的办法 我还真没有别的办法 那白正人你跟我说 你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 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问我 周睿呢 你去了没有啊 我有了 你好好向人心刺军请教请教 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你说这整天落空这么多事 我一直没腾出公分去 不过二位 现在当务之急 咱们是把礼机到藏的那笔大羊找出来 找出这笔大羊来 咱们的日子都好过了 你们知道不知道 礼机到把大羊藏在什么地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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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